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北魏末年民间动乱 朝廷派兵镇压起义 北兰根身为齐州刺史随军征战 大人 物资清单已经写好了 请您过目 你去将这些财物分发给当地百姓 大人 大都督吩咐了 此乃军粮 不得善用 既为齐州军队无资 我自能做主 你听命便可 遵命 令为我备马 大人要去何处 去朝廷 觐见皇上 将肖宝银召回 大人 容晓得直言 大都督出身南齐皇室 因叛乱牵连陶至北魏 却仍被皇上重用 大人何苦要与他作对 此人确实英勇善战 但搜刮民知之举 实不能容 魏大人在吗 请进 魏大人 大都督外出 命你负责在此城 搜查叛军所藏财物 还有 这屋外的市民被俘的女子 也是大都督赏赐给您的 大人 小女甘愿留在大人身边 请您放其他人回家吧 放肆 谁让你进来的 民女尚之大意救人 难道参军不晓得吗 魏大人 这女子既是大都督赐给您的 自当任您发落 参军回去可禀告大都督 就说魏某多谢大都督好意 这十名女子 魏某自会送他们回家 民女谢过大人 魏大人 这又是何苦呢 魏某只知 当官应抚恤百姓 而不是学强盗行径 魏大人 您这话什么意思 魏某的意思就是大都督的命令 魏某断然不会听从 既然魏大人执意如此 下官也只好劝魏大人好自为之了 大人 若是让大都督知道此事 此事稍后在意 你先随我前去 寻访这些女子的父母 是 爹 娘 狼儿 这就是我叫狼儿回来了 娘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快快请起 小五 小五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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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算回来了 多谢大人 都可以 多谢大人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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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命 大人 听说大都督回来了 嗯 我知道了 魏大人 大都督对您的做法很不高兴啊 你们先退下 大人 退下 遵命 魏大人的举动 大都督心知肚明 但仍既往不救 这番好意魏大人可要珍惜啊 魏某财书学浅 恐怕会让大都督失望啊 魏大人 这可是你将功捕获的机会 那是我一家一年的口粮啊 不是赃物 退下 你们都退下 大人不好了 何事如此吵闹 禀大人 因搜查财物 城中百姓和士兵起了冲突 大门已经被堵住了 反了 反了 快带我去见大都督 此事万不能引起暴乱 走遍门 魏大人何故如此慌张啊 请大都督收回军令 停止搜刮百姓财物 攻城掠地 有何不可 此事城中百姓 已经与士兵起了冲突 大都督就不怕兵格相见吗 魏大人 你我千军万马都见识过了 怎么被区区百姓乱了阵脚 残军 属下在 带上一队人马 谁敢乱来 便关押起来 遵命 大都督 我等来此是为平息叛乱 保一方太平 怎么能反去镇压 无辜百姓呢 无辜 魏大人 你有所不知 当地百姓 可都是复合了叛军 宛川城 在叛军的控制下 百姓也是迫不得已 我军既已攻破城池 利应体恤百姓才是啊 魏大人 此番平叛 征战连连 伤患满盈 谁又来体恤他们 军粮军侠 自有朝廷发放 你当朝廷的银两 是说要就能要来的吗 这 魏大人 你看看这些奏折 我的奏折 怎么会在你手里 魏大人 叛军手里莫折大提虽死 但叛军势力迅速扩张 若无军粮物资 我又拿什么去评乱 这点 你以为皇上不知道吗 魏大人 你虽有学问 但可惜不会当官 更不懂什么叫带兵打仗 既如此 魏某边带兵 返回齐州 不再跟随大都督您了 胡闹 魏兰根 你是要谋反不成 两位大人 参军带人扣押百姓 引起暴乱 现在全靠一位民女 挡在双方之间 召集军队 随我同去 遵命 什么人如此大胆 敢当我军将士 禀告大都督 此女是大都督赏赐给魏大人的俘虏 魏兰根 快把你的人带走 大人 求您救救这些百姓吧 列队 魏兰根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我在保护百姓 诸位将士 我等接父母之子 今日与叛军手足相残 以情非得已 难道现在还要欺压无辜百姓吗 我已经说过了 宛传百姓附和叛军 一律是为叛乱 大都督 魏某蒙受父母教诲 只知带兵打仗乃保家卫国 而不是去学强盗行径 没错 他们就是强盗 把我家的粮食全都抢走了 把我们的粮食都抢走了 把我们的粮食都给我抓起来 大都督 难道您真的要让万川城内血流成河吗 百姓叛乱必须这样 大家不要再向前了 大小姐 我们非要把粮食要回来不可呀 是啊 你们难道就像这样空手 把粮食抢回来吗 我们都不怕死 你们不怕死 难道你们的父母也不怕死吗 还有你们的孩子 你们的妻子 难道都不怕你们死吗 为何停下 把这些乱民都抓起来 大都督 魏某有话要说 魏兰根 你不要再白费口舌了 此称财物 皆叛军赃物 皆当军饷处置 大都督执意如此 魏某无法阻拦 但魏某愿将齐州军队的物资发放 以补百姓损失 你这么做 有没有想过齐州将士的感受 我能愿跟随大人发放军饷 我能愿跟随大人发放军饷 大都督 大都督 如果真与百姓兵戈相见 恐军心涣散 在皇上哪儿不好交代呀 魏大人 今日之事 我不想再看到第二回 民你多谢大人 多谢魏大人 卫某自会在府底发放粮食银粮 还请诸位能够耐心等候 妾某屠生事端了 魏大人您放心 大家都先回去吧 多谢陈姑娘能够如此大人大义 保护一方百姓 魏某敬您一杯 魏大人过脚了 您才是我们宛川城的大恩人呢 陈姑娘 那几名女子都已寻到家人 倒是您的家人毫无消息 不知 大人 按您的吩咐 财务都已经分发下去了 如此便好 你带众将士回军营休息吧 遵命 把这女的抓起来 放肆 你凭什么抓人 魏大人 下官只是听命行事 你若想问 去找大都督吧 来走 住手 我这就去找大都督 问个清楚 魏大人 你不必去找我了 敢问大都督 为何抓人 陈大小姐 你来告诉魏大人 我为何抓你 这位陈大小姐的身份 可是莫折大提的一女 大都督此言可有依据 魏大人 你难道不记得了吗 今日百姓们都叫她大小姐 是问一个普通民女 怎么会有如此尊称 此时还请大都督调查清楚 臣大小姐还记得此物吧 此乃叛军营中信物 是问怎么会在你的手中 这 臣姑娘 这镯子你是如何得到的 大人 大都督之言不假 你你却是莫折大提的一女 大都督 臣姑娘虽为叛军之人 但也是父母之女 岂有不送回之礼 既是叛军之人 便是戴罪之身 若放她回去 与国法不合 更损我国威 臣姑娘只是普通女子 并未参与叛乱 何罪之有 还请大都督能准其回家 魏大人无须多言 我已决意将此人押回朝廷 大都督 恕我直言 以一女子来立军功 有损人臣之意 我要的不是军功 而是复兴南齐 我已多次向皇上 请求徽兵南下 皆无音讯 若能将莫哲大提的一女带回 必能龙颜大跃 复兴南齐 指日可待 到那时 你随我同去 建功立业 留名青史 岂不是一桩美事 魏某不才 不图青史留名 若能保一方百姓安危 便不愧父母教诲了 魏兰根 我一直以为你是人中将才 没想到只是一个不懂事事之辈 魏某指之世间之事 实乃效益之事 两军交战 谈何效益 你若不信 就随我去看看 有哪名将士 愿去叛军之地 诸位 魏大人想将莫哲大提的一女 送回叛军阵营之中 不知有谁愿一同前往 诸位 这位陈姑娘虽是叛军之人 但也是父母之女啊 难道我们真要让她无家可归吗 大人 我等身为魏国士兵 若战死沙场 乃我等本分 可为了陈姑娘而去敌营 恐怕只是白丢性命 还望大人不要冒此风险 魏大人 你可知我所言不假了吧 参军 将陈氏扣押 即日随我回朝 慢 魏兰根 你若执疑妄为 这齐州刺史就别挡了 魏兰根 你 大都督 魏某甘愿弃棋官 只求能送陈姑娘 与家人团聚 大都督若不肯 便把魏某也一同扣押吧 大人 不必劝我 若今日我没有将陈姑娘送回家 余生也无言面对 齐州百姓 大人 请大人容小人为您背马 魏大人 送到此处便可 您的恩情 民女永世不忘 陈姑娘言重了 什么人 是大小姐 多亏有魏大哥送回大小姐 我带墨哲手里 敬你一杯 魏大哥 十日不早 魏大哥还要回家吧 急什么呀 还请魏大哥多留几日 好让我等报答恩情 报 由晚船士兵回营 快让他进来 我和魏大哥 就不打扰将军处理军事了 将军 小人得以侥幸 你怎么在这里 将军 小心 你这是干什么 魏大哥可是咱们的恩人 将军 您不要被他骗了 他是萧宝银的人 你去保护大小姐 你到底是何人 在下魏兰根 魏兰根 原来是齐州刺史 将军 魏大人 奈仁义之人 不仅善待晚船百姓 释放俘虏 还孤身冒险 送我回来 将军 若是伤害了魏大人 岂不由被仁义 你是从宛川回来的 大小姐所言可属实 宛川城内 确实有人 阻止了萧宝银的搜刮 但此人 可是北魏的官员 将军 不能轻易放过 将军 魏大人为了送我 已经舍弃了官职 还请将军 能善待魏大人 大小姐的话 我等自然要听 魏兰根 我借你仁义 给你一个机会 和我一同 攻城掠地 为天下苍生造福 攻城掠地 流血牺牲 怎能说是 为天下苍生造福呢 此事 恕魏某难以从命 也请将军 不要再徒生战乱了 哼 我们做什么 轮不到你来下令 魏大人 您还是快离开吧 不可 一日战乱不停 百姓一日不得安宁 就算是陈姑娘您 也难免再次家破人亡啊 将军请下令 出兵 大小姐 请您回营休息 将军 你我虽为敌对 但都出自民间 还请以天下苍生之安危为重 将军 魏大人 乃仁义之人 请将军听他一言吧 大小姐 您不要被他蒙骗了 满口仁义道德 如今的北魏朝廷 又何曾想过天下苍生呢 将军若为此攻城掠地 朝廷必征兵镇压 导致民不聊生 将军不也成了 助纣为虐之人吗 你派胡言 若我等就此屈从 又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弟兄 将军 魏某知道将军不忍心 手下将士白白牺牲 魏某愿为所有遗故之人 匹马守孝 一年不够就守十年 十年不够就守终生 魏兰根 你给我让开 若将军执意出兵 就请先杀魏某 一计亡灵 将军 若要祭奠 小女的命 也请一并拿去吧 魏兰根 你真的不怕死吗 若能救世间军民 魏某死而无憾 好一句死而无憾 若无这场仗 你我倒能结为兄弟 撤兵 带大小姐回营 大小姐 请上马 陈姑娘 就此别过 魏大人保证 没想到 你还能从叛军军营里回来 大都督 魏某在叛军军营所见到的 都是为天下苍生谋服的军民罢了 又怎么会被伤害呢 若大都督 能够以仁爱对待百姓 他们又怎么会愿意 大动干戈呢 大都督 前方来报 四处的叛军都在撤退 我们是不是 好了 别说了 魏兰根 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当官 但也是我见过最仁义的官 传令下去 全军整顿 明日班师回朝 罪命 魏大人 可否随我同去 为百姓发放军粮 魏某带晚川百姓 谢过大都督 兰根受赏 美女诗人归其父母 为兰根效益成性 以天下苍生为重 救国之难民 其因得动天 不愧君子美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识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不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师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实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害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3025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 共12311次 2022台湾佛教生结终身教育学会举办 僧侣善巧助人系列 线上课程 课程期间 3月7日至6月27日 每周一晚上7点至8点半 报名对象 献佛教僧众 每堂献60名 费用由学会供养 报名日期 即日起至每堂课前一周 额满为止 报名方式 网络报名 说服w.absle.org 写线 trainng 课程内容 详见官网 恰学电话 0227478687 0227478687 台湾佛教生结终身教育学会 身着身福 调伏至心 成就佛心 佛在《涅槃经》中说 居家破窄 犹如老狱 一切烦恼 因之而生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 取得一个宁静修行的机会 桃园佛教脸色 2022第六届短期出家 日期111年6月6日星期一 至6月12日星期日 离请上明下矮大和尚 为德界和尚 上义下阴大和尚 为杰摩和尚 上乌下禅大和尚 为教授和尚 报名资格 据正进正宪之三宝弟子 愿意发心学习生团生活 身心健全者 报名须知 提供实术 讲义 僧福 传借地点 桃园佛教脸色 报名资料经审核后 统一寄发报道通知单 请勿重复报名 报名方式 请以正凯书写报名表后 寄送或传真至 桃园佛教脸色报名 报名表内请确实书写 联络电话 联络时间 避免无法联络 延误报名作业 邮件报名 e-mailtybl.tybl.tybl at gmail.com 报名表请至 宝称宏法电视台 桃园佛教脸色 台北农民寺网站下载 电话 03-339-7021-3 传真 03-339-7020 地址 桃园市桃园区朝阳街12号 大致度论云 孔雀虽有色原生 不如 红练能远飞 白衣虽有富贵力 不如出家功得胜 欢迎踊跃报名参加 从前有位些人独居在山洞里 常静坐修行和读诵经书 有只野狐藏在西人山洞外附近觅食 洞口而入目人之下 竟也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他自认为自己是智力最高的万首之王 从此 野狐到处攻击其他的狐狸 没过多久就成了野狐之王 他的头脑及野心 又陆续让许多猛兽都沉浮在他的领导之下 不久 他真的成为森林里的万首之王 他心想 我该考虑取一个压寨夫人了 野狐便决定 只有人类的公主才配得上他这万首之王 直接带领他的万首大军 下山将将以王臣整个包围了起来 我是万首之王 快把你们王国的公主交出来 给我当压寨夫人 否则我一声令下 我的手下的万首大军 绝对会扫平你们 国王召集了群臣 一起商议对策 其中一位大臣沉稳地说道 我认为这只狐王只不过运用了一些诡计 让那些野狩暂时沉浮于他 我们也用个计谋 让他露出真正的面目和实力 请大王直接向他们选战 但是要求他们 不要让狮子在开战之前吼叫 那个狐王听到我们这么说 一定会以为我们害怕狮子 反而会故意要求狮子先行吼叫 听到了雄壮威武的狮子后 就算是那只狐王 只怕也会吓得心惊胆战 国王依尽行事 野狐果然重计 命令狮群提前吼叫 然而听到狮群主体的叫声 野狐竟然真的吓了一大跳 一不小心就从大象背上摔了下来 当场摔成了重伤 狮王率先倒地 群兽也都饥荒失措地四处奔逃 转眼间整个万兽部队就溃不成军了 学佛多一点 有时候孩子会出现偏差的企图心 例如孩子的领导欲会偏差成控制欲 又如他的需求较高 求之不得时会采取不正当手段 获取需求等偏差行为 所以父母亲一定要随时对孩子的行为 有所深入的了解才能适时的应对得当 在必要时初以援手拉孩子一把 佛教里有狮子吼一词 原因是狮子为百兽之王 佛亦为人中之至尊 称为人中狮子 故有此批语 且当佛说法时 菩萨起勇猛心求菩提 佛以无畏因说法 如同狮子之陶吼 因此后世一般多援引 佛典中狮子吼一词来形容 秉持正义